高雄市長補選唯一辯論是公辦政見會 今天登場 藍綠白同台交鋒 針對高雄市負債3300億 以及統籌分配款 李梅貞還有吳毅正都把炮口瞄準了陳其邁 陳其邁大力回嗆 兩個人搞錯對象 話風一轉 暗批可聞者 高雄市長補選藍綠白三位候選人 首度同台同框 唇槍舌戰 一開始聲論 炮火四射 民進黨二十年都做不好 各位市民 我們還要相信兩年拼四年 還是兩年貪四年 這兩年來 高雄不僅沒有發大財 韓市長上台之後 我們的營利事業銷售在去年 卻減少了1246億 有沒有建設 三人插出了火花 高雄負債累累 裡面震撼吳毅正 緊咬綠營前潮 3300億舉戰 陳其邁面對藍白的炮火 全力回擊 蘇貞昌院長說要給高雄4000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蘇貞昌院長要4000億的暗包 我們高雄更慎 更要欠六百億 他找對了問題 但是卻找錯了對象跟原因 818億的欠款是國民黨跟吳敦義造成的 沒錢哪來拼建設 統籌分配款不平等 財政壽事劃分法不修 藍白都把矛頭瞄準了執政黨 但陳其邁畫風一轉 只指是台北市不願釋出 要怪就怪柯文哲 財政的改革才需要 那個是立法院的職權 公辦政見 三人爭鋒相對 吳毅正 陳其邁 兩人為了錢 不時台上交火 裡面正在面對提問時 低頭照稿念 卻意外地蹦出了這一招 不過高雄能佔有全球10%藍母酒的市場 每年就有500億的收入 藍母酒產業說得煞有其事 頗有延續前韓市府 天馬行空的味道 沒想到還當面邀吳毅正當副首 讓你沒真當市長 我會邀請吳毅正當我的副市長 高雄市長補選 唯一一場的辯論是公辦政見會 今晚被外界誉為是象徵性的辯論 但從彼此攻防 誰勝出 選民以及對候選人大分數 記者綜合報導